柳如烟有洁癖 从不许我在他车里吃东西 可是恋爱三周年今天日那天 我看到兄弟坐在他车里吃饼干 碎屑掉了一地 我去质问 他却只是冷淡地扫我一眼 他低血糖 情况紧急 你别没事找事 后来他开车堵在我婚礼的路上 红着眼眶 求我别跟别人结婚 我按下车窗 轻轻微笑 你能离我的婚车远一点吗 我有洁癖 起床的时候 外面下着暴雨 我揉了把散乱的头发 打开手机 消息界面还停留在昨晚 我发给柳如烟的那条 那我先睡了 今天好累 从昨晚到今天中午 他始终没回复 心底情绪才涌上一点 就被我强压下去 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给柳如烟新发了一条 我起床了 中午要一起吃饭吗 过了好久好久 他才回过来一条 可以 语气里的漫不经心和冷淡 哪怕隔着屏幕 还是从文字里透出来 我甚至能想象到 他敲出这两个字 实面无表情的脸 那在食堂门口见面好吗 嗯 回复完这个字 又过了几分钟 他突然发过来一条 带两个窗壳贴过来 我一正 担忧的情绪 顿时取代了心底那点酸涩 连忙拉开抽屉 拿了几个窗壳贴塞进口袋 你受伤了吗 这条消息发出后 却没有再得到回复 柳如烟一贯就是这样冷淡的性格 我已经习惯了 下了楼 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带伞 正值上午最后一节大课结束后 宿舍楼的电梯人满为患 再折回去 还不知道要多久 我担心柳如烟的伤 干脆一咬牙 顶着外套冲进了雨里 好在雨不算大 我一路小跑 踩着水花到了食堂门口 开始四处寻找柳如烟的身影 纪伯达 这里 熟悉的沉闻女声传进耳朵里 因为隔着雨声 和四周嘈杂的人声 显得并不算清晰 但我还是寻着声音的方向转过身去 目光往前 看到了我兄弟伊藤城 一瞬间 我愣在原地 因为站在伊藤城旁边的 赫然就是柳如烟 也许是因为人群来往拥挤 他几乎整个人都贴在伊藤城身侧 一条胳膊撑着墙面 看上去 就像以保护的姿态 将他整个人半圈在怀里 几步之外 我呆呆地站着 雨点还在噼里啪啦地打在我头顶 湿透的头发粘着脸颊 触感十分不舒服 地面的积水 倒映出我现在狼狈至极的样子 目光艰难地往旁边平移了一点 我这才发现 他肩上 甚至还挂着伊藤城的登山包 可我记得 柳如烟从前 明明是最讨厌伊藤城的 这是我和伊藤城 成为好兄弟的第六年 也是我和柳如烟恋爱的第三年 甚至从一开始 我们还没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知道 柳如烟看伊藤城很不顺眼 待他们见面吃过饭之后 伊藤城还有兼职 先离开了 我和柳如烟单独回学校 夜风吹拂的路上 他突然开口 离他远点 说这话时 他的嗓音一如既往的冷淡漠然 我不由得一愣 往前一步 偏过头去看着他 为什么呀 柳如烟没有立刻回答 他微微抿唇 闷头往前走了几步 我又不依不饶地追问了好几遍 到最后 整个人都快贴到他身体上 他猛地后退一步 皱起眉 刚才吃饭的时候 你把酱料弄到身上了 我这才想起来 面前这个人有很严重的洁癖 哪怕我是他的女朋友 没经过他的允许 我也不能和他有什么亲密接触 对不起 我忘了吗 你还没说 你为什么让我离伊藤城远点啊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柳如烟微微偏过头 路边一盏路灯 恰好在这时按下去 昏暗的光线里 他脸上的神情看得不太清晰 我只能看到 他睫毛轻动 开口时 嗓音也带着轻微的哑 穷还没骨气 这种人离远点最好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说伊藤城 他是我高中认识的好兄弟 从很小的时候起 伊藤城的爸妈就离婚了 他爸是个酒鬼 还爱赌钱 在那样乌烟瘴气的环境下长大 伊藤城外表看上去柔柔弱弱 但却是个极度要强的人 似乎察觉到柳如烟对他有意见 那次之后 为数不多的几次三人见面 他看到柳如烟 虽然表情没什么变化 说话却绝对算不上友好 而柳如烟 就更不会给他好脸色了 我夹在中间 左右为难 只好两头劝 却没有任何起色 对 一开始 柳如烟和伊藤城 是互相看不顺眼的 情况 是从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呢 我突然有些发症 好像 是从一年前 还在下雨 伊藤城的声音 让我从记忆中回过神 雨越下越大 我整个人都快被淋透了 这时 身后传来刺耳的电瓶车喇叭声 我慌里慌张地往前小跑了几步 车轮带起飞舰的水花 扑了我一身水 我狼狈地抬起头 正对上柳如烟看过来的目光 他微微皱了下眉 问我 穿可贴带来了吗 我想起自己下楼时 急切又担忧的心情 连忙把飘散的思绪拉扯回来 带了 你哪里受伤了 严重的话 最好还是去一下医院 话音未落 就被旁边的伊藤城截住了 没有拉伯达 受伤的人是我 一瞬间 我像被什么东西掐住脖子 丧失了所有声音 伊藤城似乎什么也没察觉到 他继续用一如既往的沉稳口吻道 你上次送我的鞋子尺码不太合适 我今天出门坚持穿着 磨破了皮 脚踝有点流血 他的嗓音向来沉稳 语气也是平和的 但这话说出来 我突然感觉到 一丝强烈的不适 而这种不适 在柳如烟目光 微沉地望向我时 达到了顶峰 我突然想起 上一次体侧跑一千米 我冲刺太猛 没杀住摔在跑道上 满身是尘土 膝盖也磕破了 流着血 我一瘸一拐地去找柳如烟 想要诉苦 而他看到我 皱着眉 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 脏死了 眼睛连同心脏一起 又酸又胀 我用空着的那只手 用力捏紧裤腿 深呼吸了好几下 才勉强挤出微笑 那你和柳如烟 怎么会在一起啊 从实验室出来的路上 正好碰到他在路上 一瘸一拐的 就一起走了 柳如烟回答完 看着我 又重复了一遍 窗可贴呢 与其微微有些冷速 我把手揣进兜里 拿出来 才发现 因为自己被雨水浇透 窗可贴已经没法用了 算了 用不了也没事 只是一点小伤 一腾成摇摇头 善解人意道 我先回宿舍休息了 如烟 我的包给我吧 我又没松手 真的不用我 我们送你去医院嘛 一腾成摇头 我没那么娇气 之前又不是没受过伤 如烟还是快和博大 去吃饭吧 他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 冲我和柳如烟挥了挥手 然后转头冲进了雨里 那瘦弱的背影 带着些微亮强 很快在雨帘中 变得模糊不清 然后消失不见 原地只剩下我和柳如烟 我下意识看向他的眼睛 那里面的情绪 依旧如同结着一层薄冰 看不出什么情绪 他用和以往一般无二的语气问我 弄成这样 你要先吃饭 还是回去换衣服 我想回家 我说的当然不是宿舍 是从大二起 我和柳如烟 在学校附近租的房子 平时我习惯了住在那边 只有第二天有早吧的时候 才会提前一天 和柳如烟回宿舍住 听我这么说 他表情依旧没什么波动 只是点点头 走吧 车停的地方不算太远 我们一路走过去 刚在副驾的车门前站定 柳如烟忽然叫我 身上挺脏的 你先整理下再上车吧 他拿出一包纸巾 递到我手里 然后就很自然地站在了一边 纸巾带是浅蓝色的 好像并不是他常用的那种 我扯出一张 弯腰扭身 有些艰难地擦着裤脚 和小腿肩上的污水 抬头看到他 这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心里那根弦骤骤然崩断 你就这样看着我自己擦吗 他神情依旧淡漠 你知道的 我有洁癖 雨声在我耳边回响 连同刚才看到的那一幕 也不断在我脑中赏回 你都可以不顾他身上 也被雨淋湿 帮一腾城背着包 为什么看我现在这样 就不能来帮一下忙 我的语气近乎失控 却依旧没能改变他的态度 而且你明明说过 你讨厌他 我和他做朋友 你都让我离他远点 为什么莫名其妙 又和他凑到一起去 他是你的好兄弟 我对他改观 关系缓和 你不应该觉得开心吗 他看着我 唇边突然扯出一抹嘲讽的笑 纪博答 你也太虚伪了 那句满是嘲讽之一的话 像是一道 惊雷在我耳边乍响 心间痛得发抖 我张了张嘴 才发现 喉咙被抽气的声音填满了 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是我们恋爱的第三年 却已经是我认识 柳如烟的第13年了 当初我们两家是邻居 后来柳家出现变故 柳如烟和他爸妈就此搬走 中间有好几年 几乎和我们断了联系 再重逢 我们正好 在一所大学 柳如烟已经出落成一个 高挑俊俏的少女 只是性格比小时候冷淡太多 但也更加耀眼 多年情愫被压抑后卷堵重来 我开始追在他身后 不屈不挠 我想 也许是 得以于小时候那几年 青梅竹马的情分 对任何人都不假词色的柳如烟 偏偏总是跟我说话 我也因此开心 好像这证明了 我对他来说是特殊的 跟他表白那天 我鼓起勇气 递过去一封情书 他接了 却连拆开看都没有过 只是目光微沉地看着我 你确定 确定什么 要和我在一起吗 当然啊 我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语气带着一点轻微的不满 我在信里写了 你都没有看 他勾着唇角 很轻微地笑了一下 把情书对折塞进口袋 好吧 那就试试看 从那天起 我们开始恋爱 恋爱后的日子和之前 比没什么变化 依旧是我 追着柳如烟跑 我也是 那个时候才知道 搬走后 不久他爸就去世了 他妈身体也不怎么好 家里 几乎都要靠柳如烟 所以从大一起 他就开始创业 我问家里要了好几次资源 牵线给他的工作室 看着他一点点做出起色 当然做这一切时 我都瞒着没告诉他 柳如烟创业已经够辛苦了 我不希望 他觉得自己得到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 第一笔大单子的款项结了后 柳如烟买了一辆车 有了车 做什么都方便一点 那时他坐在车里 探过身来 在很近的地方 注视着我的眼睛 以后你想去哪里玩 我们就开车去 他的眼睛一如年少时 明彻得像是湖水一样 但因为那些磨难 其中似乎总有一块 挥散不去的阴云 我心疼他 所以对他总抱有 无限的包容和谅解 他不爱回我的消息没关系 他有洁癖 不喜欢总是亲密接触 也没关系 在柳如烟身上 我的爱似乎 特别容易被满足 但是 这一刻 所有浓稠的情绪 在我心头堆积 然后在某个节点发生质变 我忽然咬牙拉开车门 直接坐进去 然后近乎挑衅地望着他 他眉头紧锁 片刻后 自顾自拉开另一边车门 坐进了驾驶座 算了 他语气冷漠至极 等一下我会去洗车 柳如烟的洁癖 在某些方面 严苛到让人觉得怪异的程度 比如这辆车 他甚至从来不许 我在车里吃东西 要吃就下去 吃完了再上来 那时候 我捏着手里的一小袋面包 物质强撑着和他对峙 却在他始终冷淡无波的眼睛里 败下阵来 干什么呀 我明明是你男朋友 为什么不能迁就我一下 我把面包收起来 心里却又觉得委屈 最后好不容易 才把眼泪忍了回去 学校离我们租的房子 不算太远 十分钟就开到 柳如烟把车停在路边 淡淡道 下车吧 我下了车 发现他还坐在车里 甚至重新发动了车子 不由得正住 你不回家吗 他透过半开的车窗 撇向我 这一眼里 几乎带着明晃晃的 咽气和不耐烦 说过了 我要去洗车 车当着我的面 就这么开走了 远处天际隐约传来雷声 一场雨 卷土重来 深夜 我发起高烧 迷迷糊糊地下了楼 打车去医院挂水 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 我给柳如烟发消息 我生病了 他一如既往的没回我 反倒是一腾成 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博达 你还没睡吧 没有 下一秒 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听说你跟学姐吵架了 我想来 跟你解释一下 白天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的声音如往常一样 轻柔的像一阵风 我只是兼职回来的路上 恰好撞上学姐 当时她看我 脚踝磨得比较严重 才陪着我走了一段路 你都喜欢她这么久了 千万不要 为了我和她吵架 感冒病毒 让我的脑子轻飘飘地 发着昏 隐约察觉到 她话中似乎有哪里不对劲 却又没有余力 再往下思考 于是我忍着头晕目眩 只问她 你怎么现在突然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 白天看你脸色不太好 感觉你生病了 所以打个电话 关心一下你 啊 话还没说完 那边的一腾成 突然嘀嘀惊呼一声 尾音里还带着几分轻颤 怎么了 我问完 一腾成却没有 立刻回答 几秒钟的安静里 我只能听到她轻微的 却又略有急促的呼吸声 没什么 一腾成说 声音有些发颤 那我先挂了 你好好休息 我应了一声 忽然又想起什么 那个鞋子小了的话 周末出门 我给你买双新的吧 不用啊 她的语气里 染上了几分奇异的意味 你忘记了 我现在有兼职 自己能赚钱 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需要你接机的穷小子了 电话挂断 我躺在病床上 感觉脑中思绪乱的 如同绕成一团的丝线 我努力想理清他们 可手背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垂眼望去 才发现输液瓶早就空了 鲜血顺着细细的软管 一路往上回 我慌里慌张的按铃叫来护士 拔了针 手背已经肿了一片青子 忍着痛按住棉球止血 我微微仰起头 医院天花板的冷光灯 把我的视线晃得一片模糊 这让我模模糊糊地 想起高中时的体育器材时 我最开始认识一腾成 就是在那里 那时候 他穿着发白开交的破球鞋 被几个混混叉声 锁进了器材时 我救了他 然后拜托我妈找了校领导 把一腾成转来我们班 每天放学和他一起走 几乎承包了他高中三年的 衣食住行费用 自此收获了高中时代最好的兄弟 甚至一直延续到大学 我把思绪的时间线拉长 放慢 再往后想 记起去年我生日 因为一腾成和柳如烟不对付 所以我分开单独约了他们 中午和一腾成吃饭 离开前 他递给我一个礼物盒 过来和我拥抱 去约会吧 博打 今天生日要开心哦 晚上和柳如烟约会 我酒量实在不好 喝了一点就晕晕乎乎 约会结束后 踩着月色醉醺醺的往家走 柳如烟就跟在我身边 不疾不徐地配合着我的步调 我看着他 有点傻气地笑 嘿嘿 其实我本来想约你们一起吃个饭的 但是一腾成说 晚上还有兼职 也不想打扰我们约会 所以我中午就单独和他碰了面 他还送了我礼物 说着 我叹了口气 你们俩对我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人 为什么不可以和好呢 一腾成他才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月色朦胧 我视线也朦胧 所以 我没能看清那一刻 柳如烟脸上的表情 只能听到他发沉的嗓音 除去一贯的平淡之外 底下好像还铺着一层 说不清到不明的意味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 从医院回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大亮 手指勾着钥匙 眼里是浓雾一样散不去的情绪 看到我 他猛地往前跨了一步 脸色也冷得吓人 你去哪了 医院啊 我愣了愣 下意识到 之前感冒还没好 昨天又淋了雨 我在医院给你发消息了 你没看到吗 他目光下移 落在我手背那片肿起来的青紫色上 我没法形容 那一刻柳如烟脸上流露出的神情 究竟蕴含着怎样复杂的情绪 只是片刻的气氛凝滞后 他胳膊一揽 抱住了我 昨天的事 是我不好 他说 就算结束了 好不好 原来还想再问两句的 可是尚未痊愈的感冒 加上一夜没睡好的困倦 让我在张口的前一瞬 就放弃了所有念头 我闭上眼睛 在他怀里无声点了点头 好 你昨晚去哪了 回宿舍睡了 哦 我缩在他怀里 嗅到一股陌生又熟悉的气味 似乎是花朵的甜香 你换沐浴露了吗 用完了 接了室友的 他停顿了一下 抱起 我往卧室走去 先睡一觉吧 关于柳如烟和一腾成的事 我没有再问过 时间进入六月 整个年级陆续进入了大三实习 柳如烟也开始筹备毕业答辩 他毕业典礼后 我期末考也结束了 恰好赶上我们恋爱三周年纪念日 柳如烟答应 会和我一起好好庆祝一下 到了纪念日那天 我提前跟公司请了假 但早上仍然要过去处理些工作 柳如烟开车送我去公司 结果我拿着没喝完的半杯咖啡下楼 却被他拦在了车门前 喝完了再上车 或者干脆扔掉吧 他语气淡漠却不容置疑 如果你还想喝的话 到公司我再给你点 我盯着他的眼睛 几秒钟后 到底是叹了口气 算了 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应付一场吵架 我把那半杯咖啡丢进垃圾桶 转身坐进了车里 半天时间飞速而过 早上柳如烟那股 哪怕庆祝纪念日 也不肯迁就一下的执拗 让我不舒服了好一会儿 但想到下午还有约会 终究还是调整好了心情 一下班 我就迫不及待地冲出了公司 柳如烟的车 就停在路边不远处 我小跑过去 拉开车门 正要笑眯眯地跟他打个招呼 却陡然愣在原地 车里不止有柳如烟 还有伊藤诚 更重要的是 此刻他正在吃取其饼干 手里捧着的小小饼干袋 并不能很好地接住东西 于是饼干碎屑掉了一副驾驶座 而他做这一切的时候 柳如烟就坐在旁边 手搭在方向盘上 面不改色地看着他 我呆呆地站在那 直到伊藤诚吃完那两片饼干 抬起头来看着我 他神态自若 笑容温和 博答 你下班了 别误会 我只是正好经过这里 不打扰你们约会 我这就走 我没有理他 只是看着柳如烟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解释什么 早上你让我把咖啡扔掉 之前你也从来不许 我在你车里吃东西 为什么现在伊藤诚就可以 他冷淡地扫了我一眼 他低血糖 情况紧急 你别没事找事 所有所有 被压抑的情绪在这一刻 如同呼啸而来的山红 什么叫没事找事 低血糖就非得在车里吃饼干吗 上次我胃疼得难受 想吃个面包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我想到那天早上 我胃痛到在副驾驶上缩起身体 想撕开面包袋 却还是被柳如烟伸手按住了 他让我下车吃完再上来 还说 你说这是原则问题 迁就了我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你有洁癖 见不得车上掉东西 那现在呢 为什么伊藤诚可以吃 他可以把饼干扎掉满副驾驶 我的声音带着 抑制不住的嘶哑哭腔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声轻笑打断了 迟了两秒我才意识到 这声满是嘲讽和轻蔑的笑 是伊藤诚发出的 因为一直以来 他在我面前 都是那副温柔可靠的样子 所以我甚至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下意识看过去 正对上他带着 鸡翘的全然陌生的眼神 只吃个饼干 你就受不了了 那要是你知道 我和柳如烟 还在这副架上睡过呢 这话如同一道 惊雷击穿我的耳膜 我指尖发抖 视线猛然左移 看向一旁的柳如烟 几乎是一瞬间 他的脸色就沉冷下来 你在胡说什么 他急烟立色 一旁的伊藤诚 却笑意更深 如果我真的在胡说 你急什么 还是说 一定要我把用的安全套 是什么型号也说出来 你才没话讲 博达 真是不好意思 你还没试过的女人 我已经提前帮你尝过了 倒是不错 说这话时 他语气轻快而流畅 甚至带着一点隐约的尖锐 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温文尔雅 我缓缓侧过头去 看着伊藤诚眼里 全然陌生的神色 莫名想到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把他从气财势里救出来 又带着他 去找那几个人讨回公道 他很明显吓坏了 一个劲地往我身后躲 等那些人到了歉 我要离开时 却被他拽住一脚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他们今天被逼着给我道歉 明天就会欺负我更狠 你可不可以再救我一次 我转过头去 夕阳血红的光照在他脸上 他眼角恰好挂着一滴眼泪 仓皇失措的表情看上去 像是将要碎裂的琉璃一样脆弱 我心底对于他的保护欲 就是从那一刻默然腾起的 习惯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我心里 伊藤诚一直是个温柔 却又坚韧受原生家庭拖累 因此需要我来保护的角色 这种想法 从救下他的那天起 就驻扎在我脑海中 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但这一瞬间 这一瞬间 我脑中忽然闪过 无数支离破碎的画面 去年生日我喝醉时 柳如烟鼓励古怪的语气 食堂门口 他们紧贴着站在一起 还有那天晚上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从电话里传来的伊藤诚 轻微而急促的喘息声 还有我疲倦地缩在柳如烟怀里时 从他身上传来的沐浴露香气 突如其来的反胃感 逼迫着我攻下腰去 止不住的干呕 越发剧烈的疼痛中 思路反而前所未有的清晰 时间再往前推 我几乎是逼着自己 回忆每一个被我忽略的细节 然后我想起来 第一次带柳如烟 去和伊藤诚见面的时候 餐厅里 他们俩面对面 沉默地站了快一分钟 尴尬的气氛里 我半开玩笑地打破僵局 干嘛 这么瞪着眼睛 我还以为你们俩以前有仇呢 怎么会 伊藤诚窃窃地说着 收回了目光 以前都没见过 然后 晚上回家的路上 柳如烟告诉我 穷还没骨气 这种人离远点最好 那绝不是第一次见面的人 能笃定地判断出来的东西 我猛地抬起头 瞪着柳如烟 你们到底是 什么时候认识的 一出口才发现 我的声音沙哑难听 瞪着他的眼睛 几乎快泛起血红色 柳如烟的脸色 一点点苍白下来 他什么也没说 就是那样沉默地看着我 几乎凝质的气氛里 伊藤诚撑着车门走下车来 在我面前站定 非要说的话 其实在我们认识之前 现在这样 也不算我翘了你的墙角 不过是和旧爱短暂回味 一下过去而已 他看着我笑了一下 别这么看着我啊 我答 时间不早了 不打扰 你们约会了 纪念日快乐 纪念日 这三个字刺入耳膜 我突然落下泪来 柳如烟也下了车 他走到我面前 嘴巴张开又闭上 最后 伸手来拉我的衣袖 我猛地后退一步 几乎是从喉咙深处 挤出一道嘶哑的 满是恨意的声音 别碰我 他的手僵在半空 目光无措地看着我 我从来没从柳如烟脸上 看到过这样的表情 我们之间 一直以来 小心翼翼的是我 谨慎迁就的是我 委屈妥协的也是我 中午一点 阳光正盛 光线下他的眼睛 还是明亮的 被裂光照得微微透明 一如当初重逢后 我爱上的那样 但我心里 喜欢也好 多年执念也好 所有复杂纠缠的情绪 如同海面下的泡沫一样 翻涌上来 然后就这么在阳光下 消失无踪 柳如烟 我抬起手 就这么看着他 这是我们认识的第十三年 而我的人生 总共也才过去二十二年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九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你 你家刚搬来 你大我一岁 不爱笑 跟院子里的小孩 都玩不到一起 我就一直主动找你玩 把我最喜欢的 口味的棒冰分享给你 带你去为鸽子看海鸥 帮你和抢玩具的小孩打架 三年前重逢后 是我一直追着你跑 能再遇见 我真的非常开心 我认为 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是某种命中注定 在一起后我更是这么想 我甚至觉得 今后的几十年 我们也会这样密不可分 这些 当初表白的时候 其实我都写在了 那封情书里 但我猜你应该 一直都没看过 所以现在 我把他说给你听 我看着他情绪黯淡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恋爱的这三年 我很少跟你吵架 也很少提起过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希望 能让你开心一点 不要觉得那些挫折 会就此毁掉你的人生 你那些稀奇古怪的毛病 我都忍了下来 害怕你心情不好 很多时候 我遇到困难 不会跟你讲 会自己默默解决掉 但其实 你根本就没有洁癖吧 那些借口 只是你用来刁难我的手段 在我绞尽脑汁 想让你开心顺遂的时候 你在想尽办法 想让我爱你爱得更痛苦 柳如烟 我们结束了 一直沉默的柳如烟 这一刻终于有了反应 他眼睫颤了颤 吐出几个字 今天是我们恋爱 三周年的纪念日 大概眼泪流到某种程度 就会干涸 这一刻 我终于没有再继续哭 只是顶着满脸 乱七八糟的泪痕 看着他 扯了扯唇角 说 分手纪念日 也算是纪念日 说完这句话 我转头就走 走出几步 又忽然停住 转身折返回他面前 然后抬手 用力给了他一耳光 那张清秀的脸 被我打得偏过去 冷白的皮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泛起一片红 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我说 在你今天早上 逼着我把咖啡丢掉 才能上车的时候 我回去收拾了东西 从租的房子里 搬回了宿舍 公司那边 其实学校规定的实习时间 我已经满了 只是为了等柳如烟 才一直没结束 现在已经没必要了 所以第二天一早 我拿着实习报告去盖完章 就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到家时 我妈正在院子里 慢悠悠浇花 看到我大吃一惊 怎么突然回来了 不是说下周吗 我努力牵动唇角 扯出一丝笑 学校那边实习结束 就提前回家了 不用看 也知道我脸上的笑有多僵 怕我妈察觉到 我连忙转移话题 自己回来累不累 她称怪地瞪了我一眼 放下浇水壶 来接我的行李箱 小刘买菜去了 你想吃什么 给她发消息 让她买回来 我妈一边叙道着 一边往屋里走 我落在她身后一步 轻轻吸了吸鼻子 好啊 要我说 那统一的实习都没必要去 不是都跟你说了 回家来 直接进家里的公司实习 反正以后也是要你来接手的 她说到一半 突然想起什么事的 停住脚步 回头望来 对了 这次回来没带柳如烟一起吗 我站在原地 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分手了 没有解释原因 我妈也没有多问 只是吃晚饭的时候 我爸突然在餐桌上提起 前两天去喝茶 老林说了一句 说那个姓柳的小姑娘 很有野心啊 就像他爸当年一样 我原本在喝汤 这下捏着小勺抬起头来 对不起 爸 老林是我爸多年的老朋友 当初我暗中介绍 给柳如烟工作室的资源 就是通过他的渠道 去谈下来的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我爸看着我 反而露出温和又赞许地笑 以后家里的公司能交给你 我也放心不少 老林还说 本来想介绍他女儿跟你认识的 可惜让那个姓柳的小姑娘抢了先 现在 既然你和他掰了 不然我安排你们见个面 算了吧爸 我赶紧摇头 我现在对这种事没有兴趣 我爸大概也只是顺嘴提一句 见我拒绝 就要把话题转回柳如烟身上 断了也好 这小姑娘 说不定跟他爸当年一样不靠谱 我正住 一直以来被我忽略的某个问题 在这一刻 突然浮上水面 当初柳如烟他们 到底为什么要搬走啊 我定了定神 问我爸 我记得说过是柳家破产的缘故 可是具体破产的原因呢 提到这件事 我爸的神情肉眼可见的严肃起来 当初 有个海外引进过来的投资项目 盘子很大 如果能吃下来的话 最后利润非常可观 差不多能让家里的资产翻个十倍 我和老林还有柳如烟他爸都跟着 过去看了好几回 全程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 后面和他们商量了一下 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我把资金都撤出来了 老林撤了一大半留了小部分 他还是有些不甘心 只有柳如烟他爸 说到这里 我爸微微叹了口气 我下意识追问 他爸怎么了 他坚信这个项目能让他一步登天 等我们退出后 眼看着成不了 既然跑去借钱 把我们退出后的份额都补上了 一开始进展很顺利 等钱一步步分批 砸进去收不回来的时候 那个人就消失了 丢下一堆烂摊子 砸进去的钱血本无归 事发突然 我们都没联系上 就听说柳如烟他爸 很多钱都是找人借的 还不上之后 被逼得跳楼 再后来 他妈就带着他搬走了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一开始我告诉爸妈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了之后 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反对 已经这么多年没见过了 你不能保证 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人 如果执意要在一起的话 说不定会受伤的 我不肯听 不肯信 总觉得 有那些青梅竹马 共同走过的情分 我对他来说 应该是特殊的 我自以为靠自己的包容 和爱能打动他 说到底 不过是自作多情 柳如烟哪怕和我在一起后 也从来不肯跟我回家 我那么体谅他 觉得他大概是不想 记起过去那些事 于是从来不勉强 甚至反复告诉爸妈 他对我很好 真的很好 洗脑到最后 连我自己都快信了 我爸妈也终于妥协 算了 只要柳如烟能好好对你 我们也不说什么了 可他没有 谎言终究只是谎言 我回了趟高中 从之前的老师那里得知了 一腾城转来我们学校之前的高中 亲自过去打听了一趟 然后得知了他和柳如烟之间的一切 我回家后的第四天 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起初我不知道那是他 因为那天离校后 我就拉黑了他的一切联系方式 他换了张心卡打过来 我正要挂掉 就听见他沙哑的声音 打过我一巴掌 气有消一些吗 挂了 别挂 之前的是我可以解释 解释什么 我冷冷地说 解释你 其实早就知道 那些资源 是我暗中介绍给你的 却始终没有跟我提起过 还是解释 当初跟一腾城早恋 在楼梯间亲热被老师抓到的事 全世界最脏的人就是你 柳如烟 你到底有什么脸 讲自己是洁癖啊 他不说话 电话那边传来清晰的呼吸声 你都知道了 片刻后 柳如烟微微沙哑的声音 重新响起来 在安静的空间里 格外清晰 是一腾城告诉你的吗 纪博达 他的话不能全信 一开始 一腾城就没安好心 你救了他 一直在帮助他 可他嫉妒你 所以才跑来接近我 因为这是他觉得 最能伤害你的方式 所以他接近你 我根本就不想拒绝 柳如烟 你说他想伤害我 你也一样 不 你甚至比一腾城 更希望我过得痛苦和难堪 因为那是你消解内心不平衡的方式 我几乎要忍不住笑出声来 可是笑着笑着 眼泪也跟着掉下来 认识的第十三年 恋爱的第三年 我却好像第一天 才认识电话里的这个人 在此之前 我一直在用年少时 那个沉默寡言的小女孩形象 对他加以脑补 其他血淋淋的现实 通通没有看见 我把他想象成一个 干净倔强的少女 跌落谷底后 仍然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往上走 我心疼他 所以竭尽全力帮助他包容他 想让他变得更好 可实际上呢 你和一腾城 你们俩都是阴沟里的老鼠 我想到从那个学校打听到的 他们说 一腾城和柳如烟混迹在一起 逃课早恋 打架斗殴 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 在楼梯间清热被抓到后 一腾城逼不得已转了学 从一开始再遇见 你就讨厌我 我深吸一口气 为此做出让步 所以让我忍着胃痛不吃东西的洁癖 从一开始就是为难我的借口 在食堂门口 他当着我的面 故意和一腾城跃了线 却反过来把责任推给我 那天 他把我一个人丢在小区 转头就去找了一腾城 晚上我一个人在医院挂水时 他们正潮湿 黏腻地纠缠在一起 一腾城看到我发去的消息 甚至故意打来电话 把那些细碎的动静放给我听 我以为的多年好友 还有青梅竹马的恋人 不过一场骗局 都是谎言 我没有讨厌你 博大 我是爱你的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尖色 我只是 有些不甘心 不甘心一开始 我们是平等的 可是后来你还是一直幸福美满 我却已经掉到了深渊 我嘲讽地问 所以 你想把我也拉下去 那封信 我现在看了 你写的东西还算数吗 片刻地寄进后 柳如烟突然开口 你说 会一直牵着我的手 走到很久远的以后去 是你先放开我的手 我冷冰冰地打断了他 不 是你从来就没想过来牵我的手 在我真诚地爱着他的时候 他在疯狂地嫉妒着我 想要毁掉我 柳如烟 你这种人 永远不可能有以后的 柳如烟很久没有再联系过我 倒是一腾成跑来找过我一次 他气急败坏地质问我 为什么突然之间 实习的公司就不要他了 连之前那些兼职 也突然不再联系他 是不是你在搞鬼 他恨恨地看着我 你没本事留住女人 就只能靠家里 来耍这些手段吗 那张从前 在我面前 永远楚楚可怜的柔弱面孔 此刻被遍布的恶意扭曲变形 看上去无比陌生 整天待在家 总是会让我无法克制地想起 有关柳如烟的事 所以和我爸商量后 我进了家里的公司实习 完全是机缘巧合下 真的认识了那位林阿姨的女儿 林又威 一腾成来的时候 她就站在我旁边 听到这话挑了挑眉眉 却没有作声 我站在高两级的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你们俩还真是般配 柳如烟明明知道 工作室的资源是我介绍的 竟然还敢想着 我从来没有让人故意刁难过你 哪怕是发现 你们俩背着我搞在一起之后 我只是跟他们说了一声 把从前的特殊优带收回了而已 一腾成瞪着我 什么意思 没等我回答 一旁的林又威 反倒先笑出了声 这都听不懂 这智商怎么考上大学的 一腾成的目光 这才落在他身上 你是谁 意思就是 根本就没有人故意为难你 是你自己能力本来就不达标 之前得到的那些 已经是降低标准后的优带了 林又威完全忽略了他的问题 自顾自甩出一句更嘲讽的话 成功让一腾成的脸色变得惨白 你胡说八道 是不是胡说八道 你心里最清楚 我看着他 从一开始 我们做朋友 就是你从我这里不断索取 我从前没有告诉你 是希望能替你保留一些尊严 可惜是我弄错了 你这种寡怜贤耻的人 哪里会有尊严 一腾成沉下脸来 神情难看到几点 却又说不出话 我越过他 和林又威并肩走下了台阶 走出去几步 他突然开口 他看起来好像很恨你 嗯 我硬生 我现在也讨厌他 是以前的好朋友啊 我从前识人不清 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跟他原本也算不上多数 他很时序地没有追问 只是拉开车门 我送你回家吧 我坐进副驾 发现面前的台面上 放着一瓶甜牛奶 于是转头看他 林又威拉好安全带 转头察觉我的目光 于是道 路过超市的时候看到 顺手就买了 可惜我不喜欢喝牛奶 之前听我妈说 你喜欢 不然你喝了吧 哦 我把吸管扎进去 顺口问了句 你没有洁癖吧 他说着 加了重音 我可是很洁身自号的 车一路平稳地往我家开 我咬着吸管 认神思漫游 直到车突然一个急停 我身体猛地前倾 手里没喝完的牛奶 也洒了一地 我下意识 看向林又威 他却只是很自然地 抽了几张纸巾给我 然后开了车门下车 你有病啊 莫名其妙拦车 想碰瓷 我的视线跟过去 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柳如烟 愣正片刻后 我猛然回神 推开车门下了车 在他面前站定 日光晴朗 折射着落进他瞳孔里 那双眼睛 一如从前成澈 我望过去 在那里面 看到自己清晰的倒影 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还来干什么 我面无表情地问他 是那天我的话 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我觉得 我们之间不该是这样的 他目光 扫过我旁边的林又威 再落在我身上时 眼眶都红了 记不打 你别这么对我 你不能 这么对我 别说这种没有意义的话了 我神情平静 语气也很平淡 你应该很清楚 我是个固执的人 一旦做出决定的事情 就不会更改 就像这次遇见 哪怕大家都觉得 我不该和你在一起 但我仍然喜欢你 愿意无条件地迁就和包容 甚至牺牲自己珍贵的感受 去维护这段感情 而现在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你 你也应该明白 我们之间的分手 绝不仅仅是因为伊藤城 我曾经爱你 所以愿意给你我能给的一切 而现在 我们之间已经走向末路 我要收回所有了 接下来 祝你好运吧 那天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柳如烟 她已经毕业 而我进入大四 学校没什么课程 干脆留在我爸的公司 继续跟进项目 天南地北的 再碰面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项目 是和林阿姨合作的 我自然免不了 要和林又威接触 她是个很识趣的人 那天柳如烟拦车又离开后 我停在原地 礼貌地谢她送我 我要回家了 那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不用了 她也没有再纠缠 只是又从外套口袋里 拿出一盒甜牛奶 递到我面前 那你安全 到家后跟我说一声 我吸了吸鼻子 接过来 顺手 买一送一 她冲我挥挥手 明天见 这个大我三岁的人 有着完全属于 成年人世界的进退得宜 这一年过年时 她跟我表白了 我想 你应该很清楚 我和我前女友的事情 我认真的告诉她 所以我已经没办法 再像之前那么热烈地 去付出感情了 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不顾一切的爱意 就像是一生 仅此一次的燃料 用完了 也就没有了 这样 她情绪平稳地告诉我 因为一直追逐在一个人身后 会觉得很累吗 嗯 可以这么理解 那要不要试试被追逐看看 我默然愣住 看着她 那是一双和柳如烟 完全不同的眼睛 眼尾上挑 眉头压低 显出某种锋芒出窍的锐利 但此刻看着我 却盛满了真挚 因为你和她是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也一定不会像她那样对我 让我追在你身后吧 纪博达 整个大四除了达便前的两个月 我都没有再回过学校 只从同学那里 听说了一些关于柳如烟和一腾成的消息 听说一腾成处处碰壁 找不到合适的兼职 连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而她走投无路之下 竟然把柳如烟工作室的合作方案和报价 卖给了竞争对手 柳如烟丢掉那个重要的项目 工作室元气大伤 她为了挽回损失 孤注一掷 反而欠下一笔数额巨大的债务 至于一腾成 因为泄露商业机密 被报警送进了局子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顺口跟林又威提了一嘴这事 她把剔好的蟹肉放进我碗里 狗咬狗 活该呗 就是两个极度尼幼 离不开你的神经病 不用理 我点点头 把碗里的东西吃完 再一抬头 一枚亮晶晶的钻戒 就被递到我面前 而面前这双眼睛 比钻石还要闪闪发光 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婚礼当天 那天 她站在一旁 看着我和林又威交换戒指 婚车从院子里开出去 半道上却被一辆熟悉的黑色奔驰截住 柳如烟下了车 红着眼眶 亮亮腔腔地走过来 来撬我的车窗 记不打 求你了 别和别人结婚 我按下车窗 微风吹进来 我从她身上 嗅到一股强烈的酒气 当即微笑 不好意思 你能离我的婚车远一点吗 我有洁癖 后面已经有来参加婚礼的朋友下了车 连拖带拽地把她弄到一边 给我让道 她也没挣扎 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直到车窗重新合上 车再往前开 我坐在车里 平静地给林又威打了个电话 来的路上碰到柳如烟了 她的声线突然有点紧张 你不要告诉我 你现在后悔了准备逃婚 我只是跟你说一声 有空的话报个警 她醉驾 电话挂断 我坐在车里 发现自己的心情出乎意料的平静 不把自己想象成谁的人生救赎者之后 我反而再也没有患得患失过 过去和柳如烟有关的那段日子 对我来说 渐渐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梦境 婚礼顺利进行 圆满结束 而这天傍晚 我和林又威接到了来自警局的电话 他们说 柳如烟醉驾 车撞断栏杆掉进江水里 送去医院时 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因为是您报的警 所以过来通知一声 您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我闭上眼睛 无数过往 浮光略影般略过脑海 定格在他今天看向我的最后一眼 可我已经没有兴趣 再辨认那其中的情绪 无关紧要的陌生人而已 全文完